加拿大溫哥華國際機場發生槍擊案 一個28歲男人死亡 網上片段見到 機場大樓外面 有人躺在地上 地下留下疑似彈殼 事發在星期日下午 有目擊者說聽到多下槍聲 大樓的玻璃被射穿 警方追捕乘車逃走的槍搜時後 被對方開槍射擊 務警員受傷 多過疑犯逃脫 相信槍擊與近期多宗黑幫衝突有關 機場當局說情況受控 機場維持開放